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啦 然后今天还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日子 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啦 就是每年春天斯芙兰打折的日子 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下午 应该是几点钟 下午6点50了 那然后外面这个夕阳有点刺眼 我现在正在去上场的路上 我打算去一趟斯芙兰 啊怎么刚才有一个棒 打算去一趟斯芙兰的店里面买一些东西 然后如果店里面没有的话 我可能还会在网上买一些 所以今天的vlog中心应该就是去买斯芙兰的大众活动啦 所以就让我们再上场再见啦 啊真的好多人 我在店里面有很多tester都没有了 断货超级严重 所以我现在就打算结账回家了 这里面有点吵 不知道能不能听清楚我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刚才从斯芙兰出来 然后我又去吃了个饭 所以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点半了 我自己在斯芙兰里面待了挺长时间的 我觉得斯芙兰里面人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就是多到好多产品 连那个试用妆都没有的那种程度 所以有一些我想买的东西我就没有试成 然后有一些是我试到了 但是他已经店里面没有现货 所以我就买了我想要他店里面有货的那些 所以我现在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都买了什么 然后我首先买的是一个Pet McGrath的唇膏 然后这个唇膏是我去年买了一支 然后回国的时候送给朋友了 然后我自己觉得今年再去还是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这个色号是 看得到吗 411叫做 我怕我念不对 我还是不念了 我就把它打在屏幕的下方 然后它是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子的一个玫瑰粉色 不知道这个 我现在晚上这个光很差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会不会很准 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我嘴唇上也是涂了这一款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颜色 所以我出了斯芙兰之后 就随便在商场里面找了一个镜子 把这个涂上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涂了这个颜色 我觉得效果呢 比涂在手上更自然更好看一些吧 然后是一个很显气色的颜色 觉得这个就还不错吧 这赶着打折买的居然还有货 我觉得还挺幸运的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件呢 就是一个Hourglass的粉条 这个包装是这样 就是一个他们家常规的一个包装 然后是这种三角的 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NAS的粉条 我觉得那个NAS的粉条用的挺好的 但是NAS的那个粉条断掉了 而且也快用完了 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快到了嘛 然后我觉得夏天用粉条的话 应该会更加方便一些吧 而且粉条也不那么容易脱妆什么的 我就在想我要再买一款粉条 跟那个NAS的换着用 而且因为NAS是我买的第一只粉条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别的粉条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然后这个颜色我买的是Porsali 我在店里面试的时候是试的 觉得这个颜色很合适的 然后我当时还在店里面又试了一些别的颜色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然后因为我今天画了还蛮重的Bronzer 然后我这一抹那个 然后这会变成了一道白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像这一边感觉也抹了一些 但是好像就没有那么白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Porsali好像也是比较白的一个颜色吧 不过其实涂上我觉得还好 是那种比较中性的一个颜色 而且也非常的好晕染 我在店里试用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就想快点试 然后就很快就可以把它晕开 你看就在手背上就是 这个颜色特别的合适 直接就晕染的也特别自然的样子 遮瑕力就还是要等上脸再看嘛 所以我在想我可能会出一期NAS粉条 和这个Hourglass的就是 各自图半张脸来测试这两个粉条的表现 到底有什么区别 哪一款比较好用这样子 这个是我在构思之中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觉得这种对比 可能在夏天的时候 这种功课会很实用吧 然后还有一款彩妆 就是BECCA的这个 Hydro Mist BECCA新出的这个蜜粉 我记得它宣传是什么号称 里面有50%的水 在手上试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粉倒出来一点 然后 哦 这里还写着说 Keep me closed to keep me cool 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它里面有水分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盖子盖着 然后不要让它的水分泡掉 我就把这个来揭开给大家 试一下 哦 感觉 不知道在镜头上能不能看到 几缕青烟飘过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能对上焦吗 看到了 然后开始吊炸了 让我来努力的尝试 试一下 我的手背 然后这个是水蜜粉 这个蜜粉拖在手上 就是凉凉的感觉 然后把它这样轻轻的一抹 我就觉得根本就看不到 这个蜜粉的存在了 然后 只能感觉好像 好像隐隐的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自然的光泽 我觉得这个特别不明显哦 因为它的粉特别特别的细 然后我又想要一个 就是夏天来了 我们这边就会特别的干 所以我就想要一个这种 比较保湿力比较强的那种蜜粉 所以如果好用的话 我会来跟大家反馈一下的 然后这个设计其实做的还不错啦 像别的东西 我是买了两样 这个Drunk Elephant的东西 然后这个 这个牌子已经火了很久很久了吧 至少都有一年多了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想试试这个牌子 因为之前感觉他们家都是 比较火的 都是那种AHA那种产品 因为我是敏感品嘛 我自己本身就对那些东西比较抵触 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尝试 然后这一次就是打算入一两款 他们家比较温和的产品 首先是这个保湿精华 这个保湿精华 就是一个凝露状的那种精华了 我在店里面试感觉 就没有任何的感觉 像这个产品呢 我一直都是很想尝试的 然后因为正好我最近的保湿精华 基本就要用完了 而且最近换季 我的皮肤状态非常的差 加上最近我自己花粉过敏的症状 也挺严重的 所以我就还是想再买一些比较温和的护肤产品来用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它新出的这个维C的眼霜 这个我也就是在店里面用手试了一下 我觉得是很温和吧 然后也不厚重的一个产品 就它自己包装上写 它主打的功能是紧致和提亮 所以我希望它能有一个好的效果吧 因为我自己挑选眼霜产品的时候 的确是很注重眼部的紧致和体量的 虽然它是一个维C眼霜啊 然后它说是可以白天使用的 不过我还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吧 总之我之后会给大家来更新我的使用感的 接下来就我打算说一下 我自己在店里面试了 但是店里面没有货 所以我没有买到的东西 就是这个Majilla新出的这个香水 是这个Sealing Day 然后这个香水呢 我在店里面找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 后来去问了一个导购 然后导购就说 说是店里面已经上了 但是很快就卖光了 我就问他还有没有Tester 然后他就从柜子里面 给我掏出来一瓶 但是就只有这个Tester 没有现货可以买了 不过能在店里面试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这种香水这种东西忙买还是挺危险的吧 然后我试了一下感觉 我觉得就非常喜欢吧 他刚喷上的时候是那种很淡很淡的那种 有一种淡淡的清新的海水的感觉 然后再过一会儿 就像到了现在 我觉得就是它的味道就会更醇厚一些吧 然后再更甜一点点 我觉得它很适合夏天来用 而且它不是那么的甜 所以我觉得试用人群应该也蛮多的 还有一个我在店里非常想试用的 就是这个最像新出的这一款面霜 然后这个面霜 我在店里面就是它火到 连Tester都没有的程度 店里面的导购帮我找了好几圈 也没有找到Tester 就我觉得用一个产品之前 尽量还是先去店里面去试一试它的质地嘛 然后就是感受一下 它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自己现在很想网购这一款哦 但是我觉得那样可能有点太冒险了 也许下个周末 因为斯芙兰下个周末还在打折嘛 可能下个周末它店里应该就补货了吧 所以我就不打算在网上买这一款了 然后还有一款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素干毛巾 这个素干毛巾 其实我已经用过两条了 就我用过一条普通版的 还有一条就是也是跟我想要的这个Waffle是同款 但是我去年回国的时候不小心落在国内了 所以我就想再补货一个 我觉得Waffle这个比普通版的要好用一些 所以就打算再买一条 最后还有一个想买的东西 就是这个T3的这个Showerhead 这个filter我T3的这个绿水头 我已经用了快有两年了 我已经用了至少有一年多了 我觉得它还蛮管用的 而且我们这里边水质的确实很差 那个filter变黑的非常快 所以我就每次遇到有什么网站 这个有这个filter 并且打折的时候 我都会买上一两个 不好意思啊 这个过敏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症状的 不过今天其实不严重 所以我就还是 那个所以 所以这一次视频就 所以这一期的Vlog 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嗯 不是什么特别严格的种草视频啊 因为像我平时我每个月都会更新我的爱用品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种草的话 我的那些爱用品就都已经就是讲得很清楚了 而且大部分 我说的那些产品 大部分应该都能在斯芙兰买到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敏感混合皮的话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以前的功课 这样子 嗯 希望能对你做功课有帮助吧 所以这就是我买的一些东西了 不多 因为我自己目前买美妆的理念是尽量不囤货 尤其是保养品 这都是血雨类的教训告诉我的 所以我打折的时候一般都不会买特别多 所以今天的vlog就是这样子的啦 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嗯 让我想想我还有什么没说的 嗯 好像是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吧 所以就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也请给我点赞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啦 现在已经快要十点钟了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祝大家这一次斯芙兰打折买买买愉快